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新盘齐齐出动 除了行地 另一大型发展商新地位于大埔白石角的住宅项目 第一期都正式命名为Silicon Hill 整个项目分三期发展 提供1871伙 主打中小型单位 其中第一期占576伙 九成是标准分层单位 户型涵盖开放适置三房 留花期22个月 发展商说 项目有望在下个月 和太子道另一个新盘Prince Central一起推售 又说看好今年的楼市发展 今年第一季因为第五波疫情比较严峻 才看到楼市略为回调 现在疫情缓和 其实购买力也会陆续获得释放 近期我们看到 行家的楼本反应都很理想 我相信市民的置业的信心都恢复了 楼市第二季很大机会会回升 然后第三季和第四季会有多强力的反弹 全年的楼价很大机会录得一个5至10%的升幅 今次推出的项目虽然比伦计划兴建的 港铁科学员白石角站 不过工程只是处于研究阶段 估计居民在入伙初期 出入仍然要以接驳小巴为主 加上白石角一带的住宅数目 将会高达大约8200伙 对于未来交通有一定压力 与此同时 区内都长期缺乏商业配套 最近要去到车程大约5分钟的大埔市中心 才可以解决日常所需 计上白石角的这个住宅新盘 单计第二季就有大约14个全新项目应市 估计涉及超过6500伙 比起第一季的300多伙大幅增加 今年本港第一季受过疫情的影响 其实整个新盘销售 真是可以说接近停顿 十分慢的 而二手的市场 其实都是成交偏低 即存在一些投卖力 当然同时都是一些供应 亦都是制后座 我们看到反而是应该 未来三季 成交量偏高 如果这样的市场 是否可以消化 都要看发展商定价 市价出售的话 我们觉得仍然会有些成事 他又说市场对于中小型单位 仍然有需求 预计未来这类单位 会占新盘超过一半供应 除了有新盘命名之外 有发展商甚至选择 在同一日之内 公布两个新盘的价单 当众启德The Honey 2 入场价870多万 至于大角咀利奥方一月 入场费不用500万 第五波疫情缓和 个别发展商即时全力推盘 上季只是推出一个新盘的行地 就罕有感在一日之内 为两个全新项目同步开价 其中位于启德发展区The Honey 2 更可说是硬坎铜区的 惠德峰Monaco Marine 直接比较两个项目的首张价单 The Honey 2首批推出61伙 比Monaco Marine少近一半 截实平均尺价24333元 亦比对手低500元 而且留花期比较短 今年6月就可以收留 恒地估计随着疫情丰盘 早前被压抑的需求将会获得释放 我觉得还是有少许疫情价 其实我们看到rebound 应该速度很强烈 当然第一季大家都知道 一手私人住宅的项目 只有10% 是去年的平均 但其实我觉得 某程度的需求是压抑了 我想现在慢慢第二季 随着rebound和经济慢慢好些 领袖好些 其实那个需求压抑了 是会爆出来的 The Honey 2首批单位 全部是一同两房 实用面积介乎 380平方尺至575平方尺 发展商说会在星期五 开放示范单位给指定人士参观 并且在短期内开售 项目今次推出的入场单位 是一座一楼G室 一房年衣帽间 采用开放式厨房 实用面积380平方尺 折实价873万8千元 同日开架的恒地旗下 大角咀利奥方一月 首批推就123伙 提供开放式智能房单位 实用面积208平方尺至382平方尺 计算最高6%的折扣 折实平均尺价大约23900元 提一个入场单位 是二座八楼D室 实用面积208平方尺 开放式户 折实价499万5千元 尺价24015元 值得注意的是 单位浴室采用双烫门设计 若全面拉开 会给人一种半开放式的感觉 发展商表示 利奥方一月最快这个星期六收票 预计在五月初长假期开售 母线电视李希同道 准备在今季招标的医院住宅地 有渗轮师说 受到面积和环境所限 不排除将来会兴建屏风楼 至于有学者就认为 地皮轮近半山 而且相隔三十多年才有供应 相信仍然会受发展商欢迎 有些人很重要的 位于大斜坞上面 晴湖露营 两边比较阔 中间最窄的位置 只有大约三米 旁边还紧贴着另外两个屋苑 這幅醫院的住宅地 準備在今季招標 面積490多平方米 以8倍地積比率計算 總流面不夠4萬平方呎 即提供大約80至100伙 屬於今年度最小的官地 亦有其他環境因素 可能會影響日後的發展 開職來說是難開的 起樓需要有電梯、大堂 甚至有樓梯 需要基本的深度 這個位置其實很狹窄 避免不到 將來都會有一個 好像屏風式的設計 外面這個位置 行人路都相當窄 要想好如何配合 將來的交通上落 除了遮擋隔離大廈的景觀 這幅地早在2005年 已經打算加入歐地表 但因為需要加固斜坡 所以才押後賣地直到現在 這個地盤是非常難建 因為地勢問題 這條路是斜坡 它前面有一個擋土場 它後面是整個我們叫做台 後面是一些舊樓 挖掘工程 或者做地基工程 施工那個階段 會不會對斜坡有什麼影響 其實它都要做一個深度的評估 重新去處理 不過地皮鄰近半山 又是附近三十多年來首幅供應 有學者就估計 仍然會受到發展商歡迎 看回中半山那邊的發展商都很多 由小型到大型的發展商都很積極參與 二、三十張標應該都不是出奇的數字 樓面地價約是去到萬四萬五元左右 如果你看回整個項目總投資 應該都是十億左右 這一類型總投資的地價項目 在市場上是很渴求的 張盛典又說 地盤裏面有不少植物 如果涉及古樹名木 很大機會就需要原子保留 不可以隨便斬它 對發展工程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無線電視扶廣傳報導 現在先休息一會 回來有規劃藍圖 會去到何文田參觀一個兩房放盤 樓齡不輕了,開織是怎樣 另外還會有測量師說說當區的發展歷史 回到節目時間 何文田和旺角之間的勝利道有不少舊樓 參觀一個樓齡近三十年的兩房放盤 開織是否實用呢? 附近的加多利山向來採用低密度的發展原則 將來還是否合適呢? 有測量師就認為 如果地皮的密度發展過高 當區的交通有機會負航不到 他還有甚麼看法呢? 你不會讓人知道 還有什麼看法呢? 我會想到自己的交通 我覺得你會這樣做 只要先去做 你會選擇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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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選擇交通 人流和车流 夹杂两者之间的胜利度 居住环境又是怎样呢 走着胜利度 地下有不少宠物店和餐厅 再参观这里的两房上车盘 在一梯两伙的单堂楼建峰角 全座大厦只有48伙 进屋看看 单位的实用面积超过370呎 客厅占了其中大约120呎 虽然楼宁接近30年 不过业主也有翻新单位 重新布置油漆和地板 所以感觉挺企丽 在胜利度、太平路这边 主要是一些柳龄更大 其实是四、五十年 它在1994年 柳龄是28年 相对来说算新 有很多300多呎的单位 其实它的门都会集中看着厅 但建峰角做过厨房 开积就去了另一边 所以相对来说 间隔我觉得会更坏 附近的楼 无论是新到旧楼 因为始终属于市居关系 其实有很多都是望回楼 它建峰角其实相对上开阳一点 景是舒适一点的 单位的两间房并排 属于眼镜房的开积 好处是避免有走廊位 或者是圆关 缺点就是客厅的墙身比较少 摆架子之前就要想一想 另外无论厅和房都设有明显的窗台 可以考虑改造为书桌 或者其他合适的用途 代理就说 类似面积的二手单位 在同区的放盘量并不多 这些300多、400呎左右的单位 大概上放盘有30个左右 但是因为有很多会连租约 或者业主不让人看楼 你说实际上可以看到楼 我想大概是10间楼下 大约是八、九间、10间左右 叫价格其实最便宜有一间 324呎做开 银主做开530万 普遍来说 赤价你预算16,7元起步 要看它的楼龄和质素如何 像这个单位那样 属于中高层的放盘 叫价自然就比较高 业主开价是668万 折合尺价大约是18,000元 虽然近期才成为锁匙盘 已经吸引了几早的看楼客 可以用天渊之别来比较 一、二月相对来说 看楼量包括成交量 其实是很少的 数量是很低的 因为可能是疫情 即第五波刚刚开始 大家都有点害怕、恐慌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出来看楼 而业主也不想让人看楼 到3月开始 其实看楼量已经慢慢恢复了 可能始终经济问题或失业 这群客人的影响会更多 所以看楼量会有回复 如果说这边 但成交量暂时不算太多 放盘的潜在对手 除了二手市场的其他单位之外 也不要忘记发展商 陆续推出来的一手货尾 以胜利度为例 近年就有不少旧楼重建项目 包括内房、万科的Val Residen 还有协城行旗下的方菲 但代理认为 这类新盘无论是定价和赤数 都与二手供应有很大分别 比旁边区,例如旺角太子 相对上来说会高一点 因为这边区份会比较好 韩文田和有34校网 这边如果一手来说 普遍定价都到2万宗 去到3万为主 因为如果胜利度太平道的一手 通常都是200尺至300多尺 就是叫做细单位为主 所以第一轮去开卖 可能是十多间 然后发展商慢慢推 一个星期做一、两间 如果去到二手 例如300多尺 可能是500万、600万 其实一手是没有这些选择的 他又说 留意到近期入市的 多数都是自住的用家 相反过往区内比较常见的投资者 就变得比较审慎 普遍可能是两年半至三年左右 其实回报率相对不算太吸引 但很多时候除了 有租金回报之外 因为现在始终你公楼的利息不高 有很多人都会看 就是未来会否有升值空间 或者是楼价会否向上 就算收租回报高 但如果层楼会下跌 其实很多人都未必愿意投资去买 所以收租回报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 反而很多时候收租客或投资客 多数都是问 其实这里的单位会否有升值空间 或者是楼价够不够笋 看到豪宅地段 特别是低密度的独立屋 感觉上都是远离万家灯火 不过鄰近旺角 介乎阿加鲁街、波打路道 还有太子道的加多利山一带 在繁华的闹市之中 就有郭伯在洋房组成的小社区 近年亦有新盘供应 原来发展历史 可以追溯到90年之前 如果你看回1930年代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石山 或者一个山头 其实这里就是绝对远离繁园 因为基本上在那年代 我们刚刚开发九龙 例如九龙唐河的那个位置 其实这个身处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市区的边缘再边缘 从郊地区旁边来的 不要忘记 当时的交通也不便利 那个铁路基本上 都不是主要是市区里面的交通工具 所以其实这里来说 真是不高级 没有自己的交通的办法 都已经上不了你这里住 当时一个大险下的家族 1931年当时是店舖买地 我们所谓的拍卖 其实买了一块地很大 接近130多万呎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这个买家就是家道里家族 除了小部分地皮 用在旗下中华电力总部之外 在这个海拔只有50米高的山幽 就逐步由早期的荒山野嶺 兴建出独特的洋房风格 吸引不少名人聚居 其实当时的规划 就是愿意做一个低密度 高级的住宅区 所以其实它在地区上 是限制了它的发展 都是以独立屋或半独立屋 为主体的 不可以小过所谓的八千尺 每块地 欧洲色彩 欧洲设计风格 也都在当时的地界里 是这样描述 现代主义的设计 所以其实它用一些 线条简单的白色 甚至乎橫线 有时局部一些所谓 几何图形的窗户 楼梯位置 其实特起一些简约 所以形成了整个这区的氛围 就是这样的设计风格 时至今日 加多利山已经被闹市包围 不过山上的住宅区 就继续像城市中的陆周 保持低调和私隐度 何聚叶就认为 要归功于园景和道路规划 种了很多树、很多绿花 整个的感觉 已经是一个令你觉得很宁静 第二主要就是它的路的设计 因为当时在卖地当年 1930年代的时候 它就要求… 因为其实它有密度发展 其实它的路是发展商要自己开出来的 其实不是开得闊的 那时是20呎的道路 最阔的地方可能是25呎 其实相对于来说 始终不会大街大河 也因为上山 形成外面的路口 其实你觉得有点隐蔽 平时人们都不会比较少人走捷径 除非你是一个职业司机 因为平时驾车的人都很少转上来 不会在这里看到购物中心 因为这里是纯住宅区 没有商业元素 跟旺角其他环境完全不同的风格 不过城市发展已经带来压力 近着窝打路道的前中电总部 已经重建为20层的新楼盘 另外近着旺角东站的政府用地 亦落实发展超过65层的甲级写字楼 比现在的朗豪坊还要高 换言之 加多利山的东西两边 很快都会被城墙包围 城市化就不可逆转了 我们看到有几个近年的发展 包括下面亚加勒街也好 太子道也好 甚至乎我们的窝打路道旁边 其实也有很多重建项目 其实政府也在容许着 因为在城市规划里面 对于大家的一些 它也叫做中密度发展 整区来着根本就转型 变成一个稍为高密度的发展区 不过对这个山头上的影响如何 其实因为城规上 似乎都持有一个很严 就是它仍然要保持低密度 它的地址比率只有0.6倍 它不容许你 或者不放宽你 给你做高层次或高密度的发展 既然当初低密度的规划原意 和近年实际发展情况 已经出现越来越大的反差 将来在这一区 是否还有必要维持低密度规划呢 还是已经变得过时 反过来限制了市区发展潜力呢 是否应该要放宽呢 也我们回来想 虽然我们说地尽其勇 这是难得有这么大块的土地 假如业主想发展也好 其实是否恰当 完全发展高密度 我觉得也要平衡一下 为何呢 交通是一个问题 如果人多 发展的地坏太密度高 其实这里的交通负荷不良 我们也要考虑旁边还有学校 有时如果太多的高密度发展 围绕着一些公共设施 或者在社区设施 其实未被人的好事 所以我会觉得 这里保留中低密度的发展 是一个比较好处的做法 他又说九龙市区发展了这么多年 楼宇已经变得非常密集 加多利山继续作为绿色地带 对城市景观和空气都有好处 明天迎射潮流 会去到大埔 参观一个顶楼特色单位 近年才经过翻身 室内采用欧式风格 设计有多特别 明天记得留意 观众如果想参加提楼团 想我们帮忙掩柳 甚至想会和我们找谱的话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晚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